女八停顿了片刻 说道 少阳若死 九尾天狐必然暴走 青旧山必与离山展开一场大战 其实不光是两派之争 青旧山所代表的结教妖佐 与离山背后的禅教势力 可能会爆发一场大战 如果利用的好 这可是我们反攻空界的绝佳时机 侯卿冷笑道 哼 你想多了 空界如果这么简单 早就被我们占领了 还用等到现在 如果两座山大战 上面那两位一定是会管的 绝对不会发展成为两教之争 这一点我可以确定 其次 叶少阳若死 隐私必然震怒至极 就算是离山 也绝对承受不住背后的压力 女拔皱着眉头说道 你的意思 叶少阳不能死 至少 暂时不能死 我以为你会希望叶少阳死呢 女拔鞋看了她一眼 见她没有接话的意思 只好主动说出来 她死了 你对那个叫锐冷玉的妹子 才有机会 后卿听见锐冷玉三个字 心头微微颤抖了一下 晃过一丝乙泥的情况 表情却波澜不惊 淡淡地说道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心知肚明 你对她一直念念不忘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现在也没有外人 两人之间也是身份对等 并不是平时君临天下的帝王 女拔在后卿面前 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吃醋女人 后卿也不理她 任凭她说了一阵 自己也没意思了 两人继续观看斗法 叶绍阳已经苦撑了很久 基本上什么手段都用了 都帅八卦鞭被破 后来干脆换上了七星龙拳剑 而对方离山老母 却始终就是一根树枝 在手中千遍万花 逼得叶绍阳没法子 还不甘心受服吗 离山老母也很久 没跟人斗过法了 遇到个还不错的 但是可以认自己摆布的对手 也觉得挺有趣的 同时也想羞辱她一番 并没有使出全力 叶绍阳没有做到 而是死死盯着她手中 当成鞭子一样的手指 一次次的防御和躲避 消耗了巨大的法力 但是躲避的动作 就是越来越熟练 离山老母看出这一点 停止攻击 问道 你知道我这法术的路数 叶绍阳说 不知道 不过假如你只用这一门法术的话 你绝对伤不了我 信不信 此言一出 连周围那些离山弟子 一个个都耻笑起来 离山老母也露出了微笑 奔想讥讽一番 一扫眼看到站在山下的小九等人 突然改变了主意 想让他颜面扫地 说道 如果我用这法术能困住你 该当如何呢 叶绍阳说 你说呢 我要以你毛山长教的身份 对我那两个弟子可投认错 叶绍阳心中一动 瞥了一眼边上的两个妹子 两人被他松开之后 立刻就被几个同门扶住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哭泣 此刻 听见离山老母的话 眼神稍微亮了一些 咬牙切齿地瞪着叶绍阳 小九一干人有修为在身 一直倾注神时 注意着战场的动静 虽然距离只有几十米 但是两人的对话 就是听得一清二楚 这个怎么可以 小九当场失声叫了些 叶绍阳是毛山长教 也算是人教的代表了 如果以长教的身份 对两个离山的侍女磕头认错 不光对他自己脸面有极大损失 对整个人间的法术界 对于三教之中的人教来说 都是莫大的耻辱 还有一层 就是自己 青秋山与离山 一腰一倒 一个代表禅教 一个代表结教 在空界一向分庭抗力 明争虽然没有 但是暗斗不决 谁都想压过对方一头 叶绍阳跟自己的关系 空界现在无人不知 假如叶绍阳真的磕头认错 那么自己和整个青秋山的名誉 也会跟着一起落仗 而这 正是离山老母打的主意 之前为了弟子的事 他恼羞成怒 恨不得立刻杀了叶绍阳 但是冷静一下 叶绍阳是不好杀的 如果能利用他的身份 给整个人教 还有青秋山一个巨大的羞辱 那便是最好的一个奇迹 叶绍阳当然也明白他的意图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说 我要是破了你这一手法术呢 离山老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怕的就是叶绍阳不答应 只要他答应 一切好办 当即漫不在乎地说道 你说吧 如果我破了你的法术 你放了我 但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离山老母心中一斗 虽然对自己的法术充满自信 不过自己之前说的 一定要留下他 假如出现万一 自己岂不要食言 名誉扫地 叶绍阳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说道 这样吧 反正你也不是打算放我走 要是我成功了 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 你到底是不是青牛转世 离山老母点头笑道 哼 这却实得 你若成功 我承诺不杀你 并且回答你的问题 叶绍阳微微一笑 对他伸出手 来吧 离山老母也不多言 手持枝条 幻化万千 再度朝他围剿过去 这到底是什么法术 小叶子 能破吗 小马忍不住问道 看离山老母的样子 似乎胜全在握 感觉叶绍阳没什么希望似的 心中不免担心起来 小九眉头尽聪 表情很是紧张 旁边的阿子 无不担心地说道 主人这次是失算了 圣母这一首法术 是他千年前创造的 叫幻灵花海 可以说是他的绝学之一 主人八成是破不了的 四宝一听 皱着眉说 看之前的斗法 好像也没那么厉害 而且少阳看上去 好像也魔术规律了 阿子说道 那只是幻灵花海的常规手段 青藤画风而已 还没有开花呢 如果真开了花 无法阻拦的 四宝恶然 一想也是 既然这法术的名字 叫做幻灵花海 当然跟花有关 但现在只能看到枝叶 八成还有后手 随即塌了口气 心中说不出的担忧 小马这时候突然开口说 我相信少阳 小马争了一下说 凭什么 凭着他每次都能创造奇迹 这次也不会例外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